中美双方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终于有进展 川普总统说双方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实质协议 中国愿意多买一些农产品 开放金融市场不干预汇率等等 而美国呢他也释出善意 他暂缓实施10月15号本来要加征的关税 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承诺他会重新回去看看 他的贸易黑名单 现在看起来这份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 双方各退一步 让比较没有争议的部分先达成共识 然后呢会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川普说希望在11月致力举行的APAC会议当中 到时候习近平也会过去 他说到时候呢那个APAC会议 希望可以跟习近平有一个画面 就是两个人共同签署最后协议 但是这第一阶段的协议内容 待会我们要带您来好好看一看 到底中国美国两国谁占上风 谁让步比较多 亦或是白话文讲谁赢谁输 川普总统不断吹嘘说 当然是美国赢我赢美国大获全胜 他说这叫做史上最伟大的协议 有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谈出来的 但是呢这是川普总统他自己讲的 美国媒体是完全不给面子 美国媒体的分析一面倒的说 半瓶水才响叮当 闷不吭声的中国才在谈判中 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中国赢了理子 川普顶多有点面子 这所谓第一阶段的实质协议 对中美两国来讲呢 似乎都是各取所需 各自都有各自国内的问题 川普总统有他的弹劾案 习近平主席呢 有他香港危机 那于是呢 这所谓的中场休息喘息时间 让他们各自解决各自国内问题 再回来看是要继续吵 还是继续谈 到底双方有什么盘算呢 这回的协议真的满足了双方需求吗 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觉醒来又翻脸了呢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带你们快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 川普总统这样说 他说中美达到了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他说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然后各自都要谈一些 但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他非常乐观 甚至他还直接告诉大家说 这伟大的不得了 太棒的一份协议 他谈出来的 甚至他还这样讲 他讲说可能贸易战 我们可以看到快要结束了 他是这样告诉记者的 那我们来看刘鹤呢 刘鹤就说了部分的协议磋商取得了进展 他这是一个温文儒雅 讲话就丝丝文文 所以你看他讲的一个话也都是中规中矩的 然后我们看接下来要怎么做起来重点 川普总统说第一阶段 现在第一阶段 然后他说接下来呢 三到五周的时间会把这个完成的协议 通通写成文本 书面文字化 然后呢把它写成了一个这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 这个协议的一个模式 最快 他说他希望十一月在IPEC当中 到时候致力举行 习近平也会过去 他说希望呢 十一月就可以让双方 中美双方的领袖坐下来 把这个约给签了 让这场贸易战就此终结 好 听到这里你会觉得 哇 一片大好乐观 谈得真顺利 那到底内容谈到了些什么呢 我们就要带你来看 这所谓第一阶段的初步协议 这个川普总统 哇 讲得棒到棒透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协议 好 我们来看 美国方面呢 释出的善意是 2500亿美元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品 暂时不加税 10月15号 本来还有新一波 要加5%的惩罚性的关税 他说就取消 不加了 然后呢 他说因为中国 你很有善意 所以呢 他愿意考虑 考虑取消 把中国列在 汇率操纵国 甚至呢 川普总统在回答 白宫的这些记者会的 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他还这样讲 贸易黑名单啊 不是最近又有很多的 监视器的厂商被纳入了吗 那之前有华为啊 还有一些华为的子公司 等等等 然后大家就问说 那有没有可能 华为的问题解决啊 那川普总统说 暂时不提那个问题 但是呢 贸易黑名单 他说他会再重新的 检视一下 好 那这些都是 美国方面呢 他愿意让步的部分 那中国方面呢 你看哇 这个好多 所以呢你光看那个 这个数字行列列出来 会觉得 中国好像让步比较多 但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让步的 些什么 好 他说愿意 多买每年承诺 买农产品 400到500亿美元 然后呢 川普总统还讲说 哦 可能还有 波音的订单哦 160亿到200亿美元 然后川普总统 为了怕大家 以为这很少 川普总统还要强调再强调 他说400到500亿美元很多哦 是过去中国跟美国农民买 每年的数字的两倍三倍 那么多哦 称赞我 称赞我 你看这个川普就说 赶快称赞他 史上最伟大美国总统 然后呢 中国方面也承诺 愿意呢 向美国的金融机构 包括像银行 包括像保险业 开放市场 另外呢 愿意加强保护 美国企业的智慧财产权权 同时呢 外汇市场要透明 更透明一些 也要这个要求 美国要求中国要承诺 中国的央妈 不要干涉人民币的汇率 好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阶段的 所谓的初步内容 看了之后 你会说 嗯 那这样是 中国有让步比较多吗 这就是魔鬼藏在细节中了 好 首先呢 这个买美国的农产品 这个部分 其实本来就是要买的 只是暂且hold住 那其实呢 中国也的确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他说去买 那这个洋洋得宜的 这个川普嘛 但其实这本来就是要买的 另外波音的部分 其实这个也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后来大家再回去翻 说当初谈判内容 好像没有谈到波音哦 再来我们看到金融市场 其实呢 在去年 2018年哦 好几次李克强在一些这个中央政策的会议当中 就不断提到本来市场就是要开放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仔细去看条文 会觉得嗯 有那么实质吗 好像还好 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条列是 你可能要看接下来的落实程度了 但是呢 川普总统开心到飞天了他哦 好我们来看到了他不断的po Twitter哦 推特当中不断的这个自吹自擂说 他太棒了他 这是伟大的爆炸了 好然后他讲说 The deal are just made with China 哇这个是我跟这个中国才刚刚敲定的协议啊 呃是目前为止 他说史上最伟大的合约 然后呢他居然还这样讲 他真的是还蛮可爱的 川普说 甚至啊这个合约之大 哇现在他要担心的是 到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合约 有没有可能被这个满足 意思就是说 他的农民有没有可能做那么多东西 让中国买啊 但是他说没关系 他说我们的农民啊 会想到办法的哦 然后最后还讲 Thank you China 然后呢他还不断的在这个受访的时候 跟这个记者说 你去帮我们跟农民讲一下好不好 去买地 赶快多买几块地 去买那个耕田车 去买种子 中国人就要来买了 哇你们农民赚翻了 好 转翻这个我们来看看 他下一篇就这样讲了 他说这项协议啊 这个哇棒透了 他说什么科技啊 金融服务啊 还有这个波音客机 他就在这个地方提到的 然后他说最棒的是 你说你看哇哦 他还写一个 哇哦 他说 The farmers really hit pay dirt 特别去查这到底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美国他们惯用的片语 这个hit pay dirt 这个意思叫做发横财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哇哦 你们这些农民 你们发财啦 这个人进来 这个货出去发大财 对不对 中国人来了 货通通卖给他 发大财 所以呢 他不断地这个吹嘘说 他达成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合约 那农民到底买不买单呢 过去承受了那么多的一个压力 我们就带你来看一看 到底川普口征 这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呢 现在美国境内 美国的国内是怎么看的 美中贸易代表双方笑容可掘 因为在华府历经七小时的磋商 终于让贸易战暂时停货 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现在我们有一个交易 我认为总统会为中国的美国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面对率领中方团队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以及美方代表赖海哲和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等人 为双方的谈判内容公开做出总结 美国原本要在10月15号准备把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关税从25%上调到30% 不过经过这次的谈判 美国决定不计出 虽然关于是否也取消12月15号的另一波关税加征 美方还没有头绪 但作为回馈中国方面这次也做出了一些让步 中方除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 根据川普事后的推特发文指出 中国还会从美国采购160到200亿美元的波音客机 除外双方也在各项贸易议题上都有达成不少共识 我们也在技术交易上的技术交易 我们将在技术交易上的技术交易 第二次会开始谈判 我们已经结束了第一次 我认为第一次会发生很快 所以我们有职业的资源 我们有职业的资源 职业的资源 职业的资源 所有的资源 会很高兴 我们能够得到的 目前双方第一阶段的协议 内容还包含关于中国的汇率操纵 技术的强制转移 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 还有知识产权的盗窃 以及双方的执法机制 川普表示 大约三到五周的时间 协议书面化后 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更深入的谈判 这两天我一直在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 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同美方来共同努力 来推动此次磋商 取得积极进展 美中两国都视作乐观氛围 连签署协议的时间点也都有谱了 川普将可能在11月的智力APEC峰会上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外媒也指出 北京方面甚至已经正式 邀请美方代表前往中国 进行下一轮磋商 专家认为 虽然第一阶段协议 只是贸易分歧的冰山一角 但为了终结贸易战 双方至少都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连新闻 查理报告 好 我们看上全世界金融市场 对于这所谓的第一阶段的 一个实质的协议 其实都是非常正面股涨的 因为你就马上看到 通通都飙涨嘛 不管是欧洲股市 美国股市 不管是亚洲股市 大家都是大涨来开心 欢呼这次的一个所谓 第一阶段的协议 好了 那接下来就开始分析啦 那到底所谓的 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呢 谁 谁赢了 谁又输了 谁让步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到 各自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看法 那首先川普当然说他赢啦 然后呢 这个中国方面一向低调 对于这个都没有多谈 没讲什么 但是我们来看 美国的媒体 大部分的报道 他们都马上开始分析嘛 分析到底接下来 可能的一个进展啊 分析这份内容协议啊 有没有可能落实啊 等等等分析一大堆 但是呢 普遍的美国的一些媒体分析都认为 这一份所谓的协议叫做各取所需 没有特别看出来所谓谁输谁赢 但是如果真要说的话 应该是中国占上风 纽约时报是这样分析哦 那他讲说美国赢了面子 川普就耗面子 好了那就面子给你 但中国呢 务实派 那我要理直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到底什么叫面子理直 好 川普很简单 就是单纯的人 他反正这么多个月来 他就是告诉你说 我要选票 我要连任 所以你就是想办法给我买农民 农民种什么东西 你给我买就对了 因为他认为这个思想非常直线嘛 这川普很单纯嘛 他就觉得农民有赚钱 我的票就稳当了 我就可以连任了 所以呢 他就不断的帮农民大声疾呼 你就买他们的东西就对了 所以这回呢 好啊 中国也知道 你就想要这个农产品订单嘛 那我买啊 OK啊 这小事嘛 中国什么没有钱最多 所以我们来看到了 的确哦 中国大陆愿意承诺 每年要买400亿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哎呀 那川普开心了 对不对 开心乐不可知 乐昏头了 然后呢 技术转移的部分 这不是川普总统过去一直说 这就是 为什么要打贸易战 不就是技术转移吗 没有任何承诺啊 这个部分 虽然川普总统说 有谈有谈有谈 但是 中国方面没有给出具体的承诺 所以呢 这才是当初 要打贸易战的核心问题 并没有拿到啊 再来呢 补贴国企这个部分呢 这个是中国方面 他们所谓 他们的一个原则问题 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啊 所以呢 从头到尾美国得到了什么 美国得到了农产品订单啊 跟你买点大豆 跟你买点玉米 跟你买点猪肉 所以根源其实并没有解决 但是川普已经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中国已经给了他足够的筹码 让他可以回过头去应付他的选民 对他而言 这就够了 因为对川普而言 现在他的选举是最重要的 继续跟中国纠缠 他非常麻烦 因为现在他身上还背着弹劾案 所以川普赢到了面子 但是最重要的根源问题 现在还没有看到解决 那为什么说中国赢到了李子呢 首先还记不记得 在这一轮谈判开始之前 川普还威胁说 那香港问题我要拿出来谈哦 贸易谈判不只跟你谈贸易哦 我要跟你谈香港问题 我要跟你谈人权问题 但是呢 在这次谈判桌上 有提到香港问题吗 川普总统事后被问的时候 他轻轻带过 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川普总统一向如此 不想答的问题 他就是随便三言两语糊弄你 然后他想答的问题 或者是他想讲的事情 你不用问 他也可以讲十分钟给你 好了 香港问题他讲说 香港问题反正就是 时间到就会解决了 川普这样说耶 所以呢 这个中国方面最怕他把香港问题 提到谈判桌上 果然好像没有什么提耶 所以呢躲过了香港问题 再来中国方面得到了 美国的暂缓加税 对于中国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 并不是那么好来看起来 这是一个可以让他的经济喘口气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 再来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 国家企业补贴的一个问题呢 反正没有共识 所以呢 这些所谓的敏感问题 中国全部都没有给承诺啊 所以他唯一给的 就是他买了很多的农产品 但是买农产品 对中国来讲是损伤吗 也不是啊 这本来就要买的呀 只是我跟美国买 跟我跟巴西买的问题啊 那我现在跟美国买 我可以换到这么多 你不要再跟我这个 说三道四香港问题 你不要再给我加税了 诶 这都是换来中国想要的 还有中国是以拖待变 所以呢 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才会分析 这样看起来 中国才真的是得到了他想要的 而川普呢 其实呢 以美国的立场来讲 真正该提的是技术转移 是补贴国家的问题 但是呢 川普为了他个人的一个选举需求 他只要有农产品订单 他就够了 甚至呢 他还可以不断的吹嘘 他的政绩棒得不得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整理一下 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实质协议 出来了之后 各界到底是怎么看 这份所谓的初步协议 好 我们先来看在中国大陆的一些 本土的一些媒体 所谓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怎么讲 人民日报可不像川普那样子 推特每天到晚吹嘘 人民日报这样写 他说呢 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这个是绝对不容智慧的 原则问题是绝对不可以动摇的 那他所谓的原则问题 当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中国这一回最不想跟他谈的嘛 好 所以呢 原则问题啊 什么国企啊 补贴啊 这些都不行谈 好 再来新华社说 这回的这个所谓的实质协议 可以防止经贸摩擦再度升级 现在呢 可以让他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 不要恶化 接下来就看怎么样继续谈 日经呢 我们看到他的分析是说 其实中国跟美国都是因为 对于经济上的担忧 所以暂且休战 纽约时报分析 他说是因为美国的经济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所以呢 才会让川普软化了 而他所谓的经济受到的冲击 是最近啊 有一个全球的竞争力排行榜 美国过去都是第一名的 这回呢 被贸易战拖累 被他们自己掀起的贸易战 现在第一名丢了 全球竞争力掉到第二名 所以呢 纽约时报才会分析 就是因为经济已经没有那么样的好 所以川普直好软化 再来彭博社呢 他说川普呢 为了他的竞选连任 不断的吹嘘他的政绩 所以呢 他才愿意放弃他本来讲的 本来的川普是说 我要一份大的协议 我要完整的协议 我才不跟你谈什么部分协议 结果呢 这回他马上自己脸又肿了 因为他说 哎呀我好开心达到了第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部分协议 哎你之前不是要整份协议吗 现在部分也可以了 所以呢 彭博社就讲了 他就是为了他的竞选连任 所以呢放弃了他自己的原则 吹嘘正经 所以金融时报呢 可以说是所有的一个评论当中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论 就是他说 其实这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实质协议呢 只是刚开始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变数 所以他说最终协议还非常遥远 美中贸易谈判已经卡关半年左右 如今在第13轮磋商后终于战事休兵 被川普称为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中处的美国要取消10月15号 要对中国商品原本要加准关税 中国还会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 美国农产品以及160到200亿美元的 波音客机 中国方面在这一次的磋商中 看似将失守国库谈判惨遭滑铁炉 但不少专家认为 真正的赢家其实就是中国 专家指出这次贸易谈判的内容 尽管川普表示 不少议题都有取得进展 但像是智慧财产窃取 强迫转移技术等议题 目前却都还没让外界看到具体的谈判结果 等于这次的协商内容 似乎都在避重就轻 特别是有关华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以及中国贸易解构问题 甚至还有香港议题 在这一次谈判中都没有被提到 或者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 专家表示 这正好就是中国最想要的拖延战术 尤其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9月份出口量 比2018年9月下降了3.2% 进口量更是已经连续5个月都在萎缩 再加上内部的香港问题 蜡烛多头烧 因此现阶段扫不到养出的贸易协议 对中国来说就是好消息 专家认为 美国事实上也非常需要 这次贸易战的球兵 特别是川普的连任之路 又得面临自己的弹劾案 加上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因为贸易战影响 美国分数输给了新加坡 从第一跌落到第二 因此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中国 持续打贸易战都十分不利 川普打破自己坚持达成完整协议的原则 这次却接受了部分协议 而中国方面的地场又软化 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 表面上川普将为农民赚尽不少钱 但长期而言贸易战到底谁输谁赢恐怕还很难说 三立新闻完全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